急診室醫師平常不會說的事情 在我們今天要給他大公開 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 到底有哪些事情 哪些迷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現在第一個 急診室都是實習醫師 人民安全沒保障 對 對的請取圈 錯的請舉叉 一致舉叉 一致舉叉 欸 看來他們還是有包袱喔 不是嗎 對 因為我們的經驗感覺上 去這個才碰到很多實習醫師啊 明明我們都聽到他們是不是 就是喊學弟學弟啊 對 對不對我們都看他們彼此 你覺得喊學弟學弟的啊 我們來問一下是不是這樣 來請 王醫師先講 這個依照現行的法規的規定 實習醫師是絕對不可以單獨看診的 現為新竹東元綜合醫院 副院長的王靖雲醫生 目前為骨科急診住院醫師 但是的確各個大醫院 你常常會遇到的是年輕的醫師 通常是住院醫師 他們是有合法的醫師執照的 但是通常會願意去那邊 或者被強迫去那邊 都是比較年輕的 所以你會看到覺得他 可能都是比較 喔 他是年輕 不是他 但他不一定是實習 新鮮的肝臟 在育理醫院 精神科任職17年的孔環景醫生 現為精神急診住院醫師 因為急診室的意思都爆肝 對 所以那個比較是這樣子嗎 是比較年輕的肝臟 那我另外 我一定要幫急診的護理同仁講一句話 我看到我的經驗 所有醫院裡面最Smart 大概都是急診的護理同仁 他們都是反應最快 對 最好的 可是他們打針不一定打得最好 打針打得最好是婦產科的 真的 婦產科的護士比較會打針 好 小兒科的也很會 小兒科也很會 每一個人看起來那麼年輕 就是代表他真的是那麼年輕 那其實 對啊 所以其實 現專職嘉義科的陳伯辰醫生 從醫11年 曾有三年急診經驗 那其實醫師齁 急診科的醫師 他們其實都是有 每一位置身的醫師在後面站住 所以你雖然第一個見到 可能是比較年輕的醫師 但是呢 後面還是會有更資深的醫師在後面 幫你再做最後的 OK 好 黎醫師 其實現在在急診室齁 尤其是一般的區域醫院 你幾乎不太可能會碰到實習醫師了 因為根本沒有人要進來急診 現任職於羅東聖母醫院的李志忠醫生 目前已經有20年的急診經驗 地區醫院在區醫院 幾乎你碰到一定都是主治醫師 這個大家可以放心 我有聽過一盒水果的故事 什麼意思 這個醫生他當年醫學院畢業的時候 為了想要進外科 他買一盒水果去拜託教授收他 因為他想要學外科 20年後 當他是教授的時候 他也買了一盒水果去給應屆畢業生 求他們來念外科 對 真的 找不到醫生 找不到學生 你知道嗎 對啊 比較辛苦 所以各位 你不要以為你在急診室可以看到很多新的醫生 沒有的 OK 都是這樣 這是迷思 剛才醫生們的回答 打破了急診室裡 都是實習醫師 醫師平常不會告訴你的事 但其實最怕遇到的 是病患與醫護人員之間溝通發生問題 我有遇過 是我媽遇到的 因為有一天晚上 我媽不曉得為什麼 她的整個手臂就異常的疼痛 然後她也回想起來 她當天沒有做什麼運動啊 就整個手抬不起來 很痛很痛 然後她就自己在家裡頭先擦了藥膏 就是一般的那種肌肉痠痛藥膏 怎麼奇怪 擦了一兩個小時之後 還是很痛 她最後受不了 她覺得這一定有什麼大問題嘛 就去掛急診 然後呢 她一到那個診間 然後兩三個年輕的醫生看到她 就先嚇到 然後就七七楚楚兩個人 就在那邊討論 然後在我媽媽旁邊 有一點距離在討論嘛 結果我媽媽赫然就聽到 其中有一個人說 這個已經壞死了 看樣子要截肢 趕快找那個主治來 可能要截肢 因為你看她那個樣子 都已經壞死了 結果我媽聽到就嚇到 你知道嗎 我媽就說 欸欸欸你們是在講我嗎 然後他們就 那個是啊 韓小姐 你那個看起來蠻嚴重的 然後我媽說 你們可不可以先去拿那個酒精棉花來 你幫我把我的手擦拭一下 因為我剛剛有擦痠痛藥膏 結果他們就 然後就去拿酒精棉 一擦 一看 他們也嚇到 欸怎麼會是綠色的呢 因為那個藥膏是綠色的啦 結果因為我媽擦了整手 你知道 所以露在外面的 全部都是綠的 然後看起來像壞死了 結果就 我媽說還好她當天意識清楚 因為如果她意識不清楚 是不是就是 截肢 截肢是何等重大的事情 通常會會診吧 對啊 沒那麼容易 我曾經碰過一個病人 一個阿公 他是 肚子痛來的 他說他肚子痛得非常嚴重 然後呢我一摸 哇好鼓喔 以為 我就問他說那你這個 肚子痛了多久 他說下午開始 他說那你肚子怎麼腫起來了 他說對不曉得 為什麼突然間就腫起來了 我說你以前都沒有發現嗎 他說從來沒發現過 這時候就很緊張 肚子多一個腫瘤 突然跑出來了 結果那時候我才住院醫師第一年 就很緊張 就趕快跑去找我的 主治醫師來看 會不會是一個什麼奇怪的東西 怎麼突然間 長一個腫瘤出來 我們主治醫師很有經驗 他就摸一摸 然後擦音波拿過來一推 他就是膀胱脹嘛 尿太久沒有小便了 結果就給他倒尿 倒尿出來 就1300cc的尿 哇 哇 他會爆了 他就爆了嗎 他可能就是 社會腺肥大 啊堵住了 眼睛大了會這樣 這個伯伯很好笑 因為 護士人會問我說 李醫師多少 就是說 他倒尿倒了多少 我們就說1300 好 那那個阿伯就很高興 就掏出1300塊 說 好便宜喔 這個好笑 這個好笑 1300 這難免啦 因為這樣乍看 這個好笑 1300 好的 再來是有 其他的迷思 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 這些病也可以掛急診嗎 我也這樣迷思 如果說今天我如果翻譯 牙痛或失眠 請問可以去掛急診 可以的圈 不可以的插 啊 彭醫師不行 彭醫師就你不給人家掛 為什麼 失眠來掛急診 我會勸他說 急診只能開兩天要 而且要花很多錢 那你再忍耐一下 明天來看門診 花比較少的錢 你可以拿 忍一下嘛 天就亮 可以拿一個月 甚至連續指望間 兩個月三個月的藥 好 大家打打算盤 大家回去看個電視 就 失眠不是什麼 OK 那邱醫師可以看急診 還是可以 這回常跟急診住院醫師的 邱毅銘醫生 從14年 目前已經有兩年的急診經驗 像我們之前有遇過就是 是牙痛來掛急診 結果我們看過之後 就先請牙科醫師 來幫他做一些 初步局部的處理 結果後來牙醫師 就來找我們說 怎麼要叫那個病人 都一直叫不到這樣 後來就發現 他倒在外面的地上 對 一開始他其實是因為胸口痛 有一個心肌梗塞 轉移痛 痛到牙齒去 結果後來一開始 表現得不是這麼典型 那後來要急救 就來不及了 所以很多事其實 還是要來急診室評估過 才能夠做正確的診斷 跟判斷這樣 所以後來他走了呀 對 是 就說牙痛然後就走了 心肌梗塞就 結果他是心肌梗塞 以他的牙痛 是喔 所以如果牙痛還 半夜牙痛到不行的話 你還是要 不可以掉以輕心 真的痛到受不了 吃屎痛都沒有效的話 也許還是要過來 急診室評估啦 心肌梗塞 會搞到他變牙痛喔 因為心肌梗塞 其實他會有很多症狀 那其中有一項 就是所謂的放射性疼痛 他會痛到牙齒 痛到臉部 痛到肩膀 所以如果有時候 病人跟我們講說胸痛 然後他肩膀 也痛 或者他臉痛 頭痛 這種不典型的 這種放射性疼痛的時候 我們都會考慮 他會不會是心肌梗塞 不要再講 我現在都覺得這裡好痛 因為我曾經有一次自己 就是落枕 然後也是去看急診 因為那時候我妹妹說 你只是落枕 為什麼一定要掛急診咧 因為我就很貪生怕死 所以我就硬要我妹 就是凌晨三四點 陪我去掛急診 結果後來那個醫生就說 你真的只是單純落枕 然後 我妹說你真的很丟臉 你就落枕而已 就是沒睡好姿勢不對 可是因為那真的痛到 你是沒有辦法走路去上廁所 你只要一動 這個頸椎就是完全沒辦法 我才覺得那是你痛他又想落枕 我剛剛有放射性疼痛的 妹妹姐我要補充一個 真的是看牙醫的事情掛急診 那那個婦人 那是我大概在 就是報社我們都要輪流跟急診室 然後那個婦人大概大概六十幾歲 她堅持她一定要看牙齒到急診室 那是凌晨大概快五點的時候 那她想說 醫生想說再幾個小時 你知道門診就有了 有門診嗎 9點就有了 你就去門診了對不對 她說不行 9點有嘛 對 她8點半 有時候有了8點半就開診 她說不行 你一定要看我這顆牙齒 因為我的飛機7點就要飛了好嗎 所以你一定要看 她沒辦法 那醫生知道 沒辦法說你要 她把機票給她看 然後登機證給她看 她告訴她說 機票在這邊 我護照在這邊 我真的是要飛到美國去 因為我一到美國去 看牙齒超貴的 對 你知道嗎 所以還是台灣 她還是專程飛回來看牙齒的 然後看完她才要回去 所以那時候醫生就急診室一次 就一定要幫她看 為什麼剛好牙齒也痛嘛 痛老人家六指 痛得要命 妳要怎麼辦 怎麼上飛機 我跟你講喔 她回來看個牙 用健保 來回機票喔 都比她回去看還便宜喔 真的真的 真的便宜了 然後像我媽媽爸媽老了以後 他們就回台灣住 因為只有在台灣看醫生是最方便 健保 是最便宜的 而且最安心喔 對 那我之前在美國訓練的時候 他們那些比較資深的醫師 其實大多數都來自於台灣 而且他們的技術也都是台灣 引過去也滿多位的 真的喔 真的 而且我甚至在台灣 還有遇到那個在醫院裡面啊 我們有醫師跟他解釋過病情之後 他不相信 他覺得美國的醫師比較有權威 所以他就去上網路 然後就跑到 真的飛到美國去詢問那位醫師的 這些醫療上面的知識 然後他付了大概 consultation費大概一個小時 一千塊美金 真的好貴喔 對 可是呢 他問的那一位卻是 我們這位主治醫師的學妹 也是台灣人 只是他跑到那邊去行醫而已 然後他不相信台灣醫師這邊所說的話 他寧願花那個錢去美國 問同樣的一件事情之後 才敢相信說 台灣醫療本來就是這麼便宜 國人享有健保制度 及優秀的醫療技術 真的很幸福 但你知道嗎 幸福的醫護人員 在工作同時 卻還得背負著病患的刑事責任 可是如果台灣有一個制度 不改變的話有沒有 我覺得更優秀的人才不會留在醫界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好像只有幾個國家 是醫生是有刑事 有要 責任的 有刑事責任的 我還有遇過一個 聽過一個醫生 結果法院說要解剖 他說你判我有罪好了 我不忍心我的病人再受一次 解剖 對 你判我有罪好 你就判我有罪好了 我不要再來了 隨便你這樣子 你知道嗎 當然法院後來是還他一個公道 他的家屬也非常的諒解 可是 這中間就太折磨了 可是問題是 健保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如果不處理 台灣很優秀的人 真的 誰是做醫生故意要來害人的 是 沒錯 那麼通常大部分的醫師 這個醫院都有精神科的急診嗎 有嗎 有嗎 孔醫師你們有嗎 精神科在一般的綜合醫院的話 是二線的 是等著被召善 但是國內有精神專科醫院的 有啊 專門的精神科急診 在哪裡啊 以台北市來講的話就是 鬆德院區 鬆 我就是鬆德院區訓練出來 鬆德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是 北投國軍醫院 所以我們如果半面那個歇斯底底的 就是要上北投國軍醫院 跟鬆德院區的醫院就對了 比較多的是說酒醉啊 或者急性精神病發作 然後被警察或者119送來 如果沒有造成公共危險 都天亮才會來 都天亮才會來 不會來急診 通常就是鬧得很大啦 真的 有遇過嗎 有 之前我有遇過一個是 說他們在做法會 那做到一半 不是Key Down那個被送來 是另外一個人他們覺得也在Key Down 但是一直都停不下來 覺得奇怪 就送來急診 後來就發現是 大片人來中風 哎呦 就意識一直改變 都沒有醒過來這樣 哎呦 但他能走啊 沒有沒有 就不能走 躺在地上有一些抽搐的動作啊 然後他一直以為他是Key Down Key Down 一開始他以為他在Key Down 就其實是腦中風 對對對 那這種精神科的急診 如果今天是情傷 也可以覺得腰傷嗎 如果這樣已經暈倒過去 不是精神科急診 對 就算送來精神科 我們第一時間 也是馬上送最近的 綜合醫院區 那請你們準備好你們的牌子 請問情傷可以掛急診嗎 可以的舉圈不能的舉插 哇 那看對醫生好 來來來來 黎醫師可以 黎醫師在哪裡 黎醫師你醫院在哪裡 羅東聖母醫院 羅東聖母醫院 有看情傷 哇 這是本節目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我們一直不知道情傷要去哪 去哪裡 可以 你看不完啊 你為什麼你舉圈 因為情傷事實上也是一種傷害 那 當他真的受到情傷感情傷害的時候 其實他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你不知道 我想 孔醫師可能會更有經驗 情傷的病人其實 他後續的一些發展 在急性期經驗很難去預測 他可能會傷害自己 或者傷害別人 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能還是會 給他做一些安撫 或者做一些情緒上的一些鎮定 讓他情緒先穩定下來 那我問你 情人節 情人節 對不對 或者重大節日 來掛急診的是不是比較多 試的舉圈 不是的舉差 欸 看到沒 你看到沒 你為什麼這樣表情跟人家不一樣 那你就精神科啊 哈哈哈 對啊 你們沒差對不對 你們一趟天都這樣 沒差 沒差 來 王醫師有 其實只要是假日 通常都會多一點 那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情人節 有沒有情人那種特別想不開 就是一對小情侶出去 約會騎摩托車車禍 就當場兩個人都送進急診室來 哦 那彼此還互相關心對方的喪事 這個也是印象很深刻 那因為這件事 第二天還上了這個地方新聞的這個報紙 真的啊 那有沒有碰到像 譬如說外國啊 的情人節啊 就突然發現隱星啊 有異物在身體裡面 要去醫院取出來這種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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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取過什麼 因為我可能 簽筆 做急診比較久了 我做20年了 那我通過曾經 電話 Motorola手機 手機 那那個手機拿出來還可以用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他當時那個手機還在震動 是真的嗎 他要在震動 就是他男朋友一直在打電話給他 讓他震動就是了 不是 是他跟男朋友在一起 然後就把手機當成情趣用品在用 他男朋友就一直打手機 那可是後來 手機滑進去之後就拿不出來了 那後來 不曉得為什麼手機一直在響 那他就盡量的打電話給他的朋友說 你們不要再打電話給 除了情傷掛急診 除非啦 是他已經發生了自殺的 傷害 對 他已經 我同學 建源是我同學 我聽他講過他的縫 秘密縫 把人家割完的傷口縫得很漂亮 來來來 然後結果你自己講 結果過了兩天又來了 而且畫了更多刀 他辛辛苦苦縫得很漂亮 你會被毀了 做白宮一樣 事實上我們有一位常客 在我們醫院 他真的是 手上這個傷痕已經無數到了 其實是很可憐啦 他一定是有非常大的痛苦 但是對不起 這個急診實在幫不上他 幾歲的女孩 可是還是要靠精神科 就是二十幾歲 OK 謝謝 這位置 我應該會在這邊 我真的想到 你會不會 再破滅 你